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EY熊档 今天跟大家做一个经济解释 因为近期有关零售总额和店铺租金的资料更新 所以跟大家讨论一下有关零售总额与店铺租金的理论 大家经常都会听到艰难日子共度时间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实际的数据 究竟零售商与店铺业主在艰难日子 哪个的倚价能力较高呢? 先来介绍我的理论 叫做零售额与店铺租金关系理论 这里大家会看到一个地方 零售、餐饮、消费、住宿的消费 也很受到本地的经济 GDP和外来的旅客消费所影响 毕竟就是本地的居民消费 不然就是游客的消费 带动整体的各类消费支出 今天就集中说零售的消费层面 里面就直接因为零售的消费支出 直接带动店铺的租金 这也很容易理解 因为业主一定会看着你的收益 然后就会进行租金的调整 事实上市场更加有一种叫做 转费市场 就是直接根据你的生意 零售的业绩去收取一个百分比 所以在里面我们看到店铺的租金 就受到店铺的市场供应和需求的影响 但是更加有趣的是 今集要跟大家开麦讨论 就是究竟业主和店铺的租客 在以价能力上高哪个比较强 至于业主本身去放租 自己作为业主 那店铺的售价 除了受到预期的租金收入所影响之外 更加是一种投资回报 所以又会和利率和通胀有关 更加受到风险日价影响 正如过去几年疫情导致游客突然消费 所以导致很多店铺要结业 或者要大幅减租 而店铺价格就出现大幅下跌 这也是一些风险日价所造成的后果 我们先来看看近期零售总量的变化趋势 这幅图是由2017年到2023年最新公布8月份 蓝色线是零售总量的指数 蓝色阴影是按年变化 大家看到香港的零售总量按年是最近有正增长的 最新数字的约莫是按年升超过一成 但是如果你看到指数 其实零售总量指数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低的水平 2023年8月是108.7% 比疫情最低的两次霸霸1.3% 2020年的2月和2022年的3月 就出现两个近期的低点 都是与疫情爆发有关 分别是2020年低到80.6% 所以你可以说8月份最新公布108.7% 已经比起最低点升了三成多 但是如果你和疫情高位176.0% 2018年1月的近年高位比 其实上下的差距可以说是跌了四成左右 这是跌了38% 近期升一成的原因很简单 通关之后2023年基本上也有正增长 因为游客大幅回升 8月份最新游客数字已经超过400万人次 大约是已经回复到疫情的七成游客水平 但是零售总量就只是回复到疫情的六成左右 就是说游客就回复疫情七成 但是零售总量就只是回复疫情六成 反映消费者的消费比疫情的少 既然零售店铺的生意减少了 那么租金也应该要跟随减少 但是不如让我们来看看租金的跌幅 大家可以从中可以规探一下 究竟是店铺业主 还是租客的议价能力较强呢 事实上这段时间是非常好作验证的 因为经过三年多的疫症低潮 捱得过的店铺 实际上也叫做共度时间一段长时间 现在叫做告一段落 到底业主有没有相应向租客减租 以弥补生意额的下跌 那减幅又是否能够和零售总量的幅度相关呢 那让我们来看看店铺的租金和售价指数 这幅图就是最新的 猜云物业股价处更新到今年8月的 店铺租金指数和售价指数 同样也是由2017年到2023年8月 那这幅图大家看到 蓝色线就是店铺租金指数 红色线就是售价指数 近期在最尾这一段 大家看到随着游客的数量回升 零售量 上一幅图也看到有所回升 按年升一成左右 所以就带动租金 店铺租金都跟随回升 最新公布2023年8月 现在的指数是173.9 比起2022年4月的最低位163.1 这个就是微升6%左右 如果跟疫情比 2019年2月高位191.7 其实相差很小 这里只是跌了9% 一成都不到 所以波幅明显就是 比零售总量指数小的波幅 上个图大家看到 零售总量 如果是疫情和最新8月比 上下的差距跌了四成左右 但是店铺租金只是跌了9% 一成都不到 换言之 在过去三年 是当零售商的生意大跌 即使复关之后 生意也未能回复到疫情的水平 但是租金明显是没有跟随零售总额的下跌 而只是跌一个相对轻微的9% 这个共度时间 我们又来看看 那究竟店铺租金的跌幅 是不是不需要一定跌那么多 9%都已经跌了 减了一成租 那我们来看看一个实际的个案 我们有一些进一步的理解 然后我们看看红色线 店铺的业主也在承担价格的下跌 大家看到了 这段时间租金回升 但是价格仍然是一个好像下跌 上了又下跌的情况 这正正是高利率和风险日价所造成租金上升 而价格仍然是出现潜水 这幅图就和我们上一次介绍住宅的情况有点相似 那我们拿个实例来说明 究竟租金的跌幅和零售额的跌幅的关系 这幅图就是我最近出的一篇文章里面的一个图 由2000年到2022年 关于蓝色线代表租金指数的变化 而橙色线就是零售额的跌幅 大家看到两者如影随形都是一起同步 但是大多数的时候 都是橙色线的波动大于蓝色线的波动 无论升还是跌还是橙色线的波幅比较大 换句话来说也是零售额的波动大于租金的波动 那这个究竟为什么呢? 我用实例来解释 但是两者虽然波动有差距 但是很多时候的差距也不多 很多时候就是在5%的差距之内 除了有两三次是特别的 比如大家看到2011年差距差15% 而最近疫情爆发也跌的波幅 大家看到零售总额的跌幅差不多25% 但是租金的波幅只是一成也不多 这跟我们最新更新到2023年的情况也有点相似 为什么租金的波幅也是小于零售总额的波幅呢? 我们用一个实例 比如说现在有一间是每月零售额100万的店铺 做例子 每个月可以做到生意100万 假设它是30万元交租的 另外30万就是出人工、集费、水电煤 所以有30万就是买货、入货的成本 3.30万就是90万就是各类的成本开支 剩下10万就是利润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3331的比例 所以如果你说遇到外在经济欠佳 好像过去几年或者最近 即使游客回升七成都是未回复疫前 我们假设这间店铺就由100万一个月的零售额 就下降到只有60万港元一个月的零售额 那就是跌了四成 跟上高的幅图很相似 我们假设利润率或者其他都不变 零售商就要各类的开支都去减轻 否则生存不到就结业了 假设零售店铺又成功和业主争取到减租 又向来货的供应商就争取到 或者用一些便宜的入货 就减到20万 然后跟员工开刀 要是炒人要是减薪 又减薪 又减到各类的支出20万 那就222了 222就是刚刚60万 现在营业额跌了四成 只剩下60万 各类20万就是没有利润 所以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 零售租客就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就是打个祸 换言之用这个实例 我们就看到了 当零售额下跌40% 但是他的租金只需要争取 下跌33%就足够了 由30万减到20万 因为他还有其他的环节 可以压缩成本 他在来货那里又压缩了33% 他就整体可以维持 虽然零售总量跌了四成 但是他的店铺租金只需要 是争取一个33%的跌幅就可以了 所以40和33就有个小的差幅 这就和上红图的情况很吻合 你说不是啊 那为什么最近出现零售额就跌 或者零售量跌四成 但是店铺租金就跌9%那么大的差幅呢 那里面有很多种可能 要是他就压缩了人工 压缩了来货 那变成了租金就不用压缩那么多了 这个正正呢 其实也是反映在某一程度上 就是零售店铺的租客 的倚价能力就较差了 所以呢 其实业主就不需要减很多 那你自己想办法了 那就是压缩其他的开支 减你的利润 减其他的来货 人工 这个正正在今次的事件 我们从这个数据 都部分反映似乎零售店铺的租客 是以价能力就比业主差了 那香港的租金波幅 在这幅图就看到 在顺风顺水上的时候 那个波幅相差就没有那么大 但是跌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零售额的跌幅 就远远大过租金的跌幅 如果我们用按年变化的图表看 就像这幅图那样 我们就看到 店铺租金其实都紧随零售总量在回升 在这里看到了 按年的变化 蓝色线就是店铺租金按年变化 最新8月份是回升5.5% 这个就回应零售总额 按年升是接近11%的幅度 所以租金也跟随上升 但是店铺的售价仍然在水底 最新8月份仍然是报-3.8% 反映零售总量和租金的按年变化 有一个较强的政商关 这个符合我们理论的推演 过去几年租金和售价的按年变化 大家看到两组线其实都是较为同步 这个主要就是之前超低利率一段长时间 但是踏入2023年 你看到因为超低利率不再 全球跟随美国联储局大幅加息 所以就出现租金开始回升也好 售价仍然潜水下跌不断 那么最后介绍一下我那篇文 这篇文我有个连结 大家也可以免费下载的 这篇文就是透过分析 香港过去的一段长时间 游客的消费和零售店铺租金的关系 现在来看看这篇抗散图 来自文章里面 大家看到如果我们分不同的时段 你会看到很明显 就是说在2008年之前 其实游客的人数按年变化 和零售总额的按年变化 关系较弱 R Square只有0.127 但是过了2008年 自由行比较盛行 你看到两者的政商关 就加强了很多 R Square就升了6倍 去到0.528 这个图表也看到 游客对零售总额的影响 既然零售总额受游客消费影响 自然就再根据理论 就带动零售租金的急升 正如这幅图 大家看到过去的这段时间 由2000年第一季到2023年第一季 游客的人数变化 其实和零售总额的变化 几乎是完全一致 疫情爆发 游客绝职 跟着零售总额 就回落到 剩下本地消费 所以游客最近回升 接着零售总额又咬腰回升 所以理论是非常可靠 也准确可以预测到两者的关系 最后就是以上有讨论的这幅图表 大家看到在这一段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面 零售总额实际上是看到 和零售店铺的租金变化 是有一个高度的正相关的 正如上高的实例所说 虽然有正相关的 但是大多数的时间 都是零售总额的波动 就是大于租金的波动 这次最近的情况 经过三年的共度时间期 似乎反映零售店铺的租客 比较能力就低于业主 研究结果就是游客人数 和零售总额和租金之间 都存在着正相关 特别是在购物旅游成长期间 我们看到它的关系非常明显 随着疫情爆发 疫情严重削弱了游客人数 导致出现一段时间 只是靠本地零售消费 所以租金也跟随回落 所以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实证测试 证明了理论的可靠性 亦突显了游客的购物 对零售的影响度 好 今天的经济解释到这里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